頒獎給別人 17號領取會朱立倫恐怕得到最大獎 總統候選人 朱立倫給黨代表的公開信 提前曝光 開頭先致歉 照制度提名勇敢真誠的洪秀柱 沒想到努力仍然無法扭轉局勢 要向洪秀柱至上最誠摯歉意 文莫再強調勇敢承擔 努力前進 613個字 5次提到團結 這些紛紛擾擾 對國民黨的選情只會血上掐霜 我們會凝聚大家的共識 共同來團結勝選 講了千百次再講一次 因為不團結真的不行 民進黨新北市議會早就磨刀霍霍 27號總質詢 打算給朱立倫下馬威 一個會要求他辭職 自己講過24次 24次做好做滿 他們在怕朱立倫的話 有夠好他們切戰 挺住卡珠隔空槓 民進黨議員準備三大題庫卡珠 市長做好做滿 打的是誠信問題 還打算凍結預算 天天杯葛 會用更緊密的監督的那種力道 監督市政 不知道他們在怕什麼 他們的民調那麼高 蔡英文主席講的說 換人不重要 是換黨執政才重要 外界退過朱立倫代值參選可能性高 市長主席外加總統參選人 三位一體 下半年的朱立倫 肯定很忙 記者劉創新潘進任 台北報導 是的 未來的 都不是 我們去看 我們去看 這位 有很多